你卖了多少也是清空了 你现在总共自己有多少只口红 应该超过三万只以上了吧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多品牌都会 就来送佳琪口红 然后我们也会很就经常去买一些 就是比如说只在国外上的一些新款口红回来 所以我的口红就是每天都成 就是每天都是一百只一百只一百只往家里运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送我礼物的话会就是 讲不出自己的真心话我宁愿自己买 真的三万只都擦得过来吗 其实差不多 我大概是一年要试大概两万只左右的口红 所以我们应该超过五万只以上的口红吧 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比我了解口红 可是在两年前你做访谈的时候 就说已经害怕口红了 是有点害怕 因为我看到口红 现在我嘴巴会条件反射觉得很疼 为什么选的是口红呢 因为我们当时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会觉得男生做美妆 这就已经有很有话题性 或者很有眼球度 对 然后当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会有比如说介绍眉笔 介绍眼影 介绍底妆 介绍很多很多的化妆品 但是唯独在我介绍口红的时候 是在线观看最萌的时候 口红可能是 跟我有缘分 没有看完 这口红确实是一个现在可以对打中消费者的彩妆之一 因为我也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中国女生在2017年2018年2019年 她们都在开始尝试化美妆 她们可能第一个选择就是口红 你认同那个口红效应吗 经济差 不是 我觉得不会 嗯 只是中国女生碰到了这个阶段 她们想要去让自己变美 和想要自己变得更好了 口红是最少的化妆技巧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直播的时候 嗯 在屏幕上能看到粉丝的呼应 对不对 当然会 有什么最恶毒的吗 呃 我们以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最恶毒的就是每天来 进来就骂你一句 因为那个时候 三年前其实大家对于男生化美妆 有一点不能接受 然后一进来他们就会说 啊 变态 然后娘娘腔 然后人妖之类的事情 为什么男生要化口红 我们再扭曲这个社会的三观 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 你就开始骂 对 你会怎样 呃 我我开始当中没有看到 然后后来我会回应他们 我说呃 在直播间推荐彩妆给你们 不是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会化妆 我是在服务你们 我是让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孔 最真实的显色 所以我才会把口红画在嘴巴上 因为以前的连女生的美妆博主 都是把孔画到这儿 对 这不是佳琪喜欢去化妆 对 我是一个男生 我私底下也不会去化妆 大家都觉得你是个挺能讲话的人 对 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杂志或者很多的媒体 他们都会写说佳琪的 就佳琪背后有一个百万级别的 就是 话术团队 你给我一个脚本 我真的表达不出来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且会非常尴尬 我从来不会让我公司的任何一个人给我脚本 你不用实现背一些什么词吗 我说一支眼线笔 我说一支眼线笔吧 美宝连以前有一支眼线笔叫做极细眼线笔 它的一句话卖点就是 打造精致眼妆 然后极细笔头 0.01毫米 然后羊毛笔头 这是它的一句话卖点 就是用一句话把这个产品介绍出来 让大家最快的方法去听得懂你在卖的是什么东西 我可能觉得我现在销售模式会有一点点在柜台上做导购的时候的影响 就是去买更多的东西试给他们 对 我有看到一个特别打动我的话 他说全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可能抛弃你 但李佳琪的直播不会 我不会抛弃他们 而且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生病不直播 然后我就会有很多的粉丝在微博上来说 或者在那个直播下面给我留言说 佳琪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没有直播 你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怎么样了 你到了一天 我会我觉得 我有钱也多不够马银爸爸 对吧 我有钱也多不够那些企业家 你对标的都是我们不敢想的 真的我没有很多的欲望 我因为我没有时间花钱 第二个我觉得 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就过得好就行了 你要比好就真的比不了 那那个每个月六位数突破了吗 有没有长到七位数 还好 还好是突破了还是没突破 大家都在进步我也在进步 是从几月份开始的 七位数有多少 我现在还算一下 是一亿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一个月吗 对啊 有 不管你认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网红 但至少你这个模式不光给你自己 也给整个行业带了那么多收益 我觉得大家很讨厌网红的一点就觉得 网红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他赚的比科技人员还要多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只是想当网红 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想去赚钱来当网红的话 你别想了 对 大家现在都很聪明的 很理智的 你知道现在重庆有个大学开网红学院吗 你觉得网红在这样的学院里是交得出来的吗 我觉得网红不能交欸 对 交了就变成演员了呀 网红就是意见里就是有自己的风格 跟自己的那种态度在里面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交不出来的吧 态度怎么交 风格怎么交 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 都在往这条路上挤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做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一直往前走 不要停 但是如果你只是因为看到了大家都在赚钱 看到了网红很风光 就觉得网红是一个变明星最快捷的方法的话 我觉得你不要尝试 对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变成网红的 网红跟明星 很多明星一样 就是一刹那火 一刹那就消失 对 如果你来体验一下佳琪的一个星期 你会觉得你会疯掉 对 你不要说你舔一年了 我为什么会疯掉 因为你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没有任何的生活 你不能出去玩 佳琪你为了做好直播 牺牲了其实还蛮多的 你认为是牺牲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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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你还能继续牺牲多久啊 我觉得我嫌不下来 当有一次我过年 就真的是休息了 第三天我真的熬不住了 我都打开手机开始直播 不用卖东西要直播 哪怕直播一个小时 跟我粉丝聊天聊一个小时 我觉得很开心 大家永远会 总有一天会懂李佳琪什么样的人 可能你现在对我是黑粉 或者你现在就是 觉得我做事情是我 以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主 因为我真的对于钱 或者什么的话 我真的没有那么在意 我在意的是 我的粉丝对我什么样的看法 和我的粉丝觉得来看我直播 或者看我的视频 他们是开心与否 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但是 网红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永久 我觉得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网红看 我只是一个服务行业 只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服务人员而已 我觉得明星也好 或者网红也好 或者主播也好 总有起来的那一天 也有总有下去那一天 我觉得服务行业跟销售行业 一定是会在市面上 或者社会上一直持续的有的 对我只是今天从线下的专柜 一对一 到了线上一对十 一对万 一对十万 就是很多人也会问我说 你觉得以后还会有线下吗 我觉得以后的线下非常的重要 孙燕姿说了一句话 在选学节目里面说了一句话 他说当这个社会都很快的时候 他说 我觉得总有人会想要慢慢的停下来 再往回去看 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说 我觉得 这两年可能还是会 线上的销量会翻翻 线下可能越关越多的本店 但是 我觉得再过两年 可能五年后 大家可能还会去回到线下 不是买便宜了 买东西也不是买快乐 而是我要买到 真正正适合我的和精品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回到线下 去做整个的流程的体验也好 或者做整个的购物的感受也好